為台灣開始出現為台瀏團結的H7N9感染個案 政府也開始啟動風雨基劑 基準農委會就決定 反正市場勁台外勁的政策要提早一個月 也就是委員本六月十七號提早到五月十七號就是 為了防範潛流感的發生 所以政府現在決定5月17號開始就禁止了 就是在市場裡面不能現態假就對了 簡單說就是這樣 過去市場裡面都可以看到這麼假假 就叫攤販馬上就殺隨台 後面也不行 5月17號開始就不行了 那市場的部分我們建設處這邊會假想來取締 罰款最重可以罰到新台幣10萬塊 所以錢也很難談 大家能夠鎖罰 萬一被抓到就是要被處罰的 從來農業出負傑在家裡 協助是輸人台傑仔五的政策並做出企劃意外 另外有一個管理在傳統市場 香港市場的廣府建設處也已經開始輔導相關業者 選團近台外勤的政策 並且也發送消財政策 農業出負傑後又傳統市場 習慣跟台傑仔五的業者 要趕快配合專欣為電動的方式以免修法 我們建設處是在五月十七號之後 會針對市場部分會全面 嚴格禁止活情攤商 載殺這個販售的活動 那五月十七號之前 我們建設處會針對有活情載殺的部分 去進行勸導的一個處理 然後希望活情載殺的攤商 能夠在五月十七號以後 都全面進展 其實好幾年前就說要推動說 連市場都不能殺雞的 那一直延到現在 那現在因為有這個疫情的發生 大家這麼緊張 所以中央決定說要五月十七號開始就禁止 我們就配合中央的腳步 我們不會提早 全台灣就配合中央的腳步 同個時間來進行 我們會從五月十七號開始 就針對市場的部分會加強取締 近台外勤的政策 最好占對有種疏忽不會 嫁後的商業行為 若是一般民眾 自己在家裡帶起來作為自己使用 就沒在這順目法的規範裡面 記者檢本宣 彩虹報道